一说到谐音梗这种幽默模式 我们是不是马上就想起来 它是一种比较低级的东西 其实不仅是我们如此 日本人关于谐音梗 他们也是觉得这是不怎么受待减的 从谐音梗的汉字书写上就能够体现得出来 我们先看一下它是怎么念的吧 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小新跟大家开了一个玩笑 他把入狱叫做New York 和New York也就是纽约给弄混起来了 制造了一个比较低级的笑话 所以这个时候凤坚就说 不是你说的这种谐音梗呀 这就是谐音梗 那么它的汉字是什么呢 汉字就是 陀撒落 这个单词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陀和撒落分开来理解 撒落呢 就是严格的来说叫做双关语 双关语毕竟是一种比较高级的幽默嘛 古今中外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曹雪芹在红楼梦里面就有很多双关语 而且国外也有很多 比如说卡夫卡 但是呢 他在这个前面加了一个陀 只要一个名词前面加上一个陀的 就表示这个东西是不怎么样的 比如说 大嘎西 如果只是おかし 就是甜点 小点心 但是变成了大嘎西呢 就是那种比较粗糙的那种零食了 比如说像我们这边的五毛钱一包的辣条 就是这种东西了 然后那个大嘎西 就是专门卖这种 比如说十日元 二十日元 这种零食的店 所以呢 在这边大嘎来就表示 谐音梗 一种不怎么样 比较低级的玩笑 这边再补充一下 就是嘎来在古代的时候呢 是表示双关语嘛 但是呢 在近代以后 他这个撒落 有一种潇洒的意思 所以呢 他前面如果加一个欧的话 就是时髦的意思 就把自己胆败的 非常的时尚 很洋气的意思来讲